美國晶片巨頭高通併購荷蘭因至普半導體 原本有望成為全球半導體業力離規模最大的併購 但臨門一腳 因為中國在昨天的交易限期之前仍然不肯批准 計劃拖延了20個月後最終胎死腹中 手握決定權的中國市場監管總局今天發聲明 說對高通最終終止收購表示遺憾 又說尊重交易雙方的選擇 當共解釋說 依據反壟斷法規定 對這宗交易進行了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審查 與高通就如何消除交易對市場競爭產生的不利影響進行磋商 但評估結果表明 高通的最新方案不能夠解決競爭關注 原本期望繼續與高通溝通 在8月和10月的審查期限內再穩合式的解決方案 不過最後交易限期戒滿 高通自己宣布放棄收購 市場監管總局就強調 是公平公正對待國外外各類企業 保障各類市場主體公平參與競爭 今次的交易總共要獲9個國家批准 包括美國、韓國、日本、俄羅斯 唯獨中國不開綠燈 有外媒則形容中方的聲明似乎是想將今次的責任推卸給高通 鞏固自己維護公平競爭的形象 不過高通的高層就不同意了 講到明不延長交易期限是因為覺得整宗交易充滿著不確定性 再糾纏下去都沒有價值 擺明是對中國無信心 高通拼救案正值中美貿易戰開火 市場形容高通做了人質 但中方一直強調這宗案是屬於反壟斷執法問題 與中美經貿無關 不過華爾街日報報導 中國令到併救流產可惟一箭雙雕 既展現出在與美國的貿易交鋒中擁有關稅以外的武器 亦都在全球技術領域主導地位爭奪戰入面 限制了一個強大競爭對手的發展 因為高通是協助制定5G技術標準的美國主要科技公司 在建立5G協議方面 和華為等公司展開競爭 打壓高通同時有助於中國的芯片公司 超越外國的競爭對手 中美雙方的口水戰亦都沒完沒了 在世貿會議上 美國批評中國自稱守護自由貿易 但實質行為是操控經濟 推行保護主義 中國就反駁指美國的指控和無根據 將中國妖魔化 另一方面 外媒引述中國消息說 已經有全盤的復仇計劃 應對美國接二連三對中國進口課開徵關稅 不過具體的內容就未有透露 電視信會議員 電視信會議員 感谢观看